现在很多不叫人士会在路上找寻特定的车款 然后抄下他的车牌号码 接着他会复制成一块一模一样的车牌 把它当成AB牌冒用 然后装在另一台车上 就这样当成自己的车牌在外面趴趴走 现在AB车牌有多泛滥 一堆被害车主收到罚单才知道 自己的车牌已经被复制贴上 甚至有人花了上万块选号码 不想要收到罚单就只能乖乖换车牌 今天是没有出什么大事 万一出大事的话 我今天是跳到黄河洗不清 会查到AB车牌通常都是在高速公路上 同时段相隔遥远的两地 出现了一样的车牌 就被判定异常 高工局除了通知车主建议换车牌 另外也会通报警方列管追查 网上也琳琅满目 帮人客制化做车牌 做出来的以假乱真 至于现在AB牌有多仓狂 摊开高工局数据 去年一整年度一共查获了534辆 以四AB车牌 平均一个月44辆 但今年光是1到5月就已经超越去年 有559辆 平均一个月暴增到111辆 等于满届AB车牌爬爬灶 夸张程度也让公共局出手要来遏止乱象 公共局发现遭冒用的车牌几乎都会选同厂排车 甚至车色都一样 只有电子收费系统同时拍到或是查阅扣款记录 才能发现车牌被盗用 现在国道警方也已经列专案调查 针对AB车高密度出没的路段进行蓝查 不然就只能够注销车牌 让这些号码献出原形 好让警方锁定这些幽灵车辆 中文学院谢宗华成他又在台中采访报道